阿勋先天听力障碍 五岁时左耳直入人工耳光 右耳则带助听器辅助 十多年来两边接收的声音始终有落差 可能别人叫你的话 如果你只带单边 基本上都不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常常会在那边找人 听得到别人叫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方位 像助听器的话 他就有一些他就听不太好 然后变者听比较新手 只要你跟他这样轻松地讲 他就会听得到 我从楼周八点就梳门了 然后来这边就十一点多 今年阿勋十七岁 他又找回同一位医师植入另一耳 相隔十二年 他的左右耳分别是台中慈悸医院 完成人工耳刮的第一例与第三百例 台中慈悸 我们大概同是我们三百个孩子 大概有五分之二可以找到这样的基因 那另外五分之三 其实他目前还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不表示没有 只是说目前我们没有找到一个 很明显的基因的关联性 台中慈悦听语记人工耳刮中心 成立十二年 强调微创切口与微创植入 将三公分人工耳刮放入 但伤口却比植入体还要小 只有短短二点五公分 术后看来几乎只是耳朵后面的一条线 里面很漂亮没问题 其实我认识他们的时候都很小 那时候也不会说话 可是最近这几孩子慢慢都长大了 变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自信 那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另一个孩子的感觉 其实真的是为人父母的喜悦 手术植入只是成功的第一步 听力师以及语言治疗师引导听障者 从听见到听懂 这才是听语附件的完整协助 我们的听力会分为四个阶段 察觉 分辨 辨识跟理解 那察觉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听到声音 知道有声音 那分辨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分辨 比如说阿跟一 这两个声音不一样 那辨识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分辨阿是阿 一是一 那理解就是到更深层的一块 我可不可以理解你整个讲话的内容 他们其实只是听诀这方面比较辛苦 那我们帮他补足听诀之后 其他部分其实是跟一般小朋友 一样 拜科技之似 人工耳光调音器 能下载APP到手机 现在不用经常跑医院 也能自行操作 我现在在你旁边讲话 你觉得我讲太大声 你就填小声一点 不清楚你就调大声一点 就是你听得到 你学习才越来越好的 你听不到的话 就感觉就是学习不到 就是要带电子 他带了电子的周周 对 周周差不多 就跟正常人差不多 听障者或许因为先天缺陷 在人生的起跑点稍微落后了一些 但这个听语团队持续努力着 在医疗跑道上为他们补足马力 让他们听见世界 说出希望 就会更加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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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